一般骑士尤其是女骑士 最怕的就是骑车骑到一半 有人挑上你的后座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警方确实有做过统计 当骑士坐在机车上讲电话 这个时候狼席率最高 但如果骑车时你背上了一个大背包 或是座椅后方有加装一个置物箱 其实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狼席率 歹徒如果跨中山岸 他跟你的距离会有一段距离 比较不容易前进你 所以得逞的机会会降低 像是新北市有名男子 没前坐车回家 跨上被害女子的机车后座 企图抢前 最后还把机车骑走 另外高雄有名贵姐 同样是从机车后座被嫌犯突袭 但如果歹徒真的已经跨座上车了 也不是无法可置 头上的安全帽往后狠狠一敲 歹徒马上就会痛得受不了 人体的最在脸部最催弱的地方 就是在他的鼻子 所以你用你的安全帽去撞击他的鼻子的时候 他临死当下是非常痛 或是手肘趁机往他的侧肋骨一撞 也是方郎绝招 捂住你口鼻的时候 他这边已经露出一个缺口 所以你就是变成是 他这里是他最脆弱的地方 还有车钥匙 拔了就用也是很好的防身武器 比如像我们的钥匙 我们就可以马上把它抽起来 用尖端去刺对方的熟悉部 急车之狼冷不防就出没 后座防狼 朝朝都学起来 有备无缓 记忆连员冰石伊林台中采访报导